大家早安 接近全球现场我们持续来看的是这个国际间的最头条 俄罗斯的拥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在昨天的时候他们就控诉说 好他们自己的拥兵组织遭到俄罗斯的飞弹袭击 所以造成大量的士兵伤亡 所以他们后来就发起了军事行动 那这个军事行动现在也被普丁一开始是定调是军事叛变 并且普丁在第一时间非常生气 他是透过电视全国演说来谴责这件事 好同时今天普丁更是签署了新的征兵令 开放征招罪犯上战场 但是这件事情好戏剧是因为时隔不到24个小时 瓦格纳宣布从俄罗斯撤军 宣布撤军之前瓦格纳的士兵其实仅仅距离首都莫斯科 大约只有200公里而已 好现在根据外媒的报导是因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居中斡旋有成普里格金 也就是这个瓦格纳集团的首脑 他决定要撤军 那传出也跟莫斯科达成了协议 俄罗斯现在也不会起诉普里格金 来看一下CN的综合报道 好但就在瓦格纳军事行动的同时其中也发生了交火 双方交火的状况 这是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 他们先前就宣布要在莫斯科还有沃罗聂日洲这边实施反恐行动 当然就是跟这一次瓦格纳军团他们军事行动有所关系 那当地的州长古歇夫也证实说 俄军在当地采取必要的战斗措施作为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当地一处炼油厂突然传出火警跟爆炸 当局出动了100多名的消防员还有30辆的消防车来灭火 但所幸目前是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的 虽然州长没有透露起火的原因 但是社群媒体平台上流传出好多段这种炼油厂爆炸的瞬间 刚好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附近徘徊 好 瓦格纳的军事行动一开始呢 莫斯科这边当然是全程警戒了 好 重要的这些高速公路的枢纽 还有进出口都是有路障设备 当然重要的政府机关包括了克里姆林宫 还有军事情报单位都是加强伟安 各是传出说有俄军的直升机朝瓦格纳的军队开火的状况 那这一次发起行动的这个首脑普里格金到底是谁呢 好 其实有人就说这是普丁最亲密盟友的叛变 好 普里格金他其实跟普丁早就相识多年 而且过去都有合作过 现年61岁的他现在是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 过去呢曾经带领过瓦格纳集团在利比亚 还有叙利亚跟中非都有过军事行动 但是在他组成瓦格纳之前 其实呢他是一名商人 好 这一次他会这么受到关注 就是因为在俄乌战争当中 普里格金他常常在前线受访 那言语也比较直接比较粗俗 所以就备受关注 过去他是被外媒评说是最难捉摸的一个人 因为他做过的职业实在是太多了 好 他除了是商人之外 他曾经卖过热狗 开过连锁超市 所以呢他的身家也是蛮丰厚的 还曾经因为切到罪跟诈骗遭判刑 那他最出名的就是 他曾经开过网红餐厅 那也是因为开了这间网红餐厅 普丁就觉得他的食物蛮好吃的 聘请他到客宫来担任大厨 还曾经呢帮普丁操办国宴帮忙招待前美国总统小布希 好 这是三人当时同框的画面 普丁就坐在这里 后方的这一位就是普里格金 那他也因为这样子成为普丁最信任的人之一 但是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有一些转变了 好 变得很微妙 因为这其实不是第一次瓦格纳集团 他们对于俄罗斯有一些不满的言辞 其实在数个月前也曾经对俄罗斯国防部来杠上 好 因为普里格金当时就说 俄军给的弹药不够 导致呢其实后方的这些佣兵 他们要作战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也没有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重视 好 这一回发起了军事行动 当然也备受关注 也有人会解读说 这就是一个亲信的叛变 也是对普丁政权一个很大的挑战 还有威胁 好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瓦格纳集团现在发起的是军事行动 虽然说白俄后来居中斡旋有成 他们没有进一步攻进莫斯科 但是看到这个画面你会觉得 这难道是在街上开party吗 好 这是外媒美联社 他们拍下的数段画面 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在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市 也就是这一次 瓦格纳集团他们主要行动的城市 当地的居民是涌上街头 在自拍 好像在开party一样很欢乐 好 他们找的是这些瓦格纳的士兵 要跟他们一起握手合照 大家还在欢送他们要离开当地 跟这个媒体的报道 好像是有一些的落差 俨然成为一个打卡的观光景点 好 专家就说了 分析说这可能就是因为 俄罗斯当局一开始封锁消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民众 他们都不知道真实的状况 也不知道现在有所谓的 军事叛乱的状况 但是有专家认为说 这其实也反映出普丁的威信 是备受挑战的 好 虽然说这个瓦格纳的傭兵 对普丁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但是车臣的总统卡迪罗夫 则是宣誓对普丁效忠 他在这个瓦格纳企图叛变的第一时间 立刻谴责普丁格金 奖 这封锁还对普丁格勒 尔国务人不分析 如果执政应收到 罗斯宾社会 如果最组总统合 匡持人不接着 他总统合 杨战主书 牵制耗 勿了 咇哒 启咦 启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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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呯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